杨帆18岁爱女考上顶尖名校惊艳众人,学费高达200万他竟向爸爸要求父母双双落雷啊。 艺人杨帆与Julie的18岁小女儿Angelina成绩优秀,今年高中毕业后双双录取国外名校,经过半个月思考决定要赴加拿大念书,虽然一年学费高达台币200万,但杨帆夫妻还是愿意砸钱栽培。 Angelina成功录取纽约大学戏剧系,加拿大温哥华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,她坦言这段日子一直很苦恼要选哪间,每天都跟爸爸杨帆讨论倒哭,因为杨帆建议去纽约念书,但妈妈认为该去加拿大,爸妈历见不同让Mina更陷入选择困难。 妈妈Gilly透露,后来我跟芬哥都觉得还是不要介入,让女儿自己决定。 后来Angelina决定前往加拿大留学,原因是哥哥也在那儿,兄妹能互相照应。 就读台北欧洲学校的Angelina成绩优异又多才多艺,还曾在爸爸演唱会上拉大提琴伴奏,活泼外向的她受访透露硬考诀。 Mina说,我每天会安排运动,玩乐,练琴和读书时间,晚上集中念书三小时,因为我一天已经做很多事情,所以这三个小时内,我会很专心。 会玩也会电书的她把火力集中在短时间内冲刺,还表示自己的强项是英文,生物方面较弱。 妈妈June Lee也说当Nina开始练书会让全家都知道,因为她会把小抄贴得到处都是,到最后她要考的东西大家都看到会背了,所以June Lee认为女儿的念书诀巧是灵活有效率,聪明安排时间。 June Lee表示在8月出国前,Nina会先到体育用品店打工赚生活费,未来出国念书也打算办公办读,不想当靠霸足,小小年纪十分有自己的想法。 真的是学霸业,虽然学费贵贵的,但是望与成凤的道理大家都懂啊。